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脑 警部前后有被刀挥砍伤口 左手掌被砍断 警方在屋内客厅起获一把扒冷刀的刀鞘 嫌犯杀人动机未明 另一则新闻 沙巴团结党创办人百灵吉丁岸指出 沙巴团结党与沙巴立新党可以合作 但非合并 百灵认为两党将来可以 携手合作来捍卫沙巴权益 为人民争取利益但并非一定要合并 他认为合作是比较明智的选项 两党通过协商来强化合作 努力捍卫沙巴权益 他说沙巴团结党领导层已向他汇报此事 他也表达了观点 无论如何 此事还需交由 党代表大会去讨论及做出决定 另一方面 沙巴团结党第38届中央代表大会昨日 一致通过授权党最高理事会 和沙巴立新党洽谈合作 并做出任何有利于党的决定 大会同时通过删除禁止大专院校生入党的规定 同意接纳大专院校生成为党员 该项一决是配合政府修正 1971年大专和大专院校法令 另一边乡 沙巴团结党主席麦西木因健康问题 左嫂无法在沙巴团结党第38届 中央代表大会上亲自致辞 大会上麦西木通过党熟理主席 左金昆沙郎向全体中央代表致议 也就自己无法亲自致辞 表示歉意 左金昆沙郎过后表示 党主席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 出席大会足以证明 另一则新闻 一场豪雨将神山变成激流和瀑布 在半山工作了7年的职员 都不曾见过如此震撼景色 一名脸书账号于三天前发布一段长29秒的视频 在社媒平台引起关注 视频内可见神山半山一带下起大雨 多到连绵不绝的激流从陡峭的山壁飞奔而下 甚至形成瀑布般的情景 既壮观又令人心惊胆寒 从这段视频就可以明白 雨天时不准在神山宫顶的原因 因大雨后神山会出现激流 对登山者造成危险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